黄马在欧朝被失利后,佛耶正加紧在转汇市场,上寻觅新的强远。 而据西班牙媒体每日进球最新报道,银河战舰此前联系了去年夏天,从黄马加盟里昂的马里亚诺比亚兹,希望可以让这名加泰前锋回归黄马,尽管球员已经表态无法拒绝黄马,但里昂俱乐部对此的态度明确,要想得到马里亚诺,需要支付八千万欧元。 去年夏天,在齐达内的建议,和本格马的推荐下,马里亚诺以八百万欧元的转汇费从黄马加盟发嫁进入里昂,在黄马赛季出遭遇风无力的窘境时,就有媒体报道,黄马希望这位速度极快的中锋可以回归,甚至传闻球员与莫拉塔当初加盟尤文图斯,一样存在回购条款。 但里昂主席立即公开,表示球员不存在任何回购条款,而所谓的黄马拥有40%左右权,是在里昂将其出售给其他俱乐部,的时候才会生效。 如今黄马再度在转汇市场,上将目标瞄准了马里亚诺,虽然球员回应无法拒绝黄马,但马里亚诺同样表示一切,还是要由自己的俱乐部决定。 据西班牙媒体披露,马里亚诺加盟李昂不但没有回购条款,也不存在解约金,也就是说李昂在马里亚诺的问题上完全占据着主动权。 此前曾有消息说,李昂为其标价2500万欧元,但如今谁都知道黄马急需强远,因此法甲净率涨价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马里亚诺上个赛季,为李昂出战45场,攻入21球奉献期,赐助攻,虽然当初从黄马加盟李昂只有800万欧元,但在如今稀缺中锋的年代,8000万欧元似乎也并不太夸张。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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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